2020年本市高考将在7月7日至10日举行 其中7月7日至8日为全国统一高考时间 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三门 7月9日至10日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时间 今年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共49,225人 全市一共设立17个考区、132个考点学校、2867个考场 全体考试工作人员在考前、也就是7月初进行核酸检验 严格落实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登记 考试全程佩戴口罩、考场、考点、消毒通风、入场体温排查等防疫措施 另外考前每天掌握考生的健康状况 特别是考前第14天和第三天 由区考试中心会同卫生健康部门 在各学校和各报名单位的配合下 我们要对所有的考生进行健康状况的监控 没有异常的考生才可以正常的参加考试 每个考区设置1到3个备用的考点校 这个备用的考点校是用于提前安排考前身体状况异常 另外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封闭管理阶段的考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